仰德大道这起重大连环车祸 造成了四死九伤的惨剧 初步研判是刹车失灵 不过副驾驶发现情况不对 其实早在500公尺外就先跳车逃命 车上有另外一名女乘客形容 驾驶一直都在拉手刹车都刹不住 最后酿成连环追撞 根据文化大学的统计 仰德大道有四大危险路段 不过这次发生重大车祸的地点 却不在其中 警方担心是不是会成为新的杀手路段 因此考虑增设移动式的测速器 还有交通耗制来改善 休旅车刚从巷子转出来 一台水泥车直接冲出高速 将休旅车当场撞飞 对象停等红灯的一整排车辆 也被堆撞成一团 速度之快疑似就因为刹车失灵 坐在副驾驶座的将信 男子预先发现异撞 撞车前打开车门跳车逃逸 头部撞击地面流下斑斑血迹 车内女乘客事发后也惊恐爬出车外 大型车行驶下坡路段 要使刹车过度 容易导致刹车皮 以及刹车仪温度过高 造成刹车失灵 长距离下坡时应使用低速挡 刹车为主 脚刹车辅助 避免刹车失灵 开大型车人都要知道 在联系下坡的时候 必须要使用低速挡 而且是要用建材式的踩法 而不是一直踩住刹车的方式来做减速 刹车车失灵 痴状山壁瞬间尘土飞扬 还有汽车失控坠骨 烧成一团火球 台北市阳明山仰德大道 从九十七年到一百零六年六月间 就发生过一千两百多件车祸 造成一千两百多人受伤 十九人死亡 附近住户更是持有耳闻 很多啊 那那个什么 水泥车这样过去 就烧了好几步啊 夺命路段居民早已见怪不怪 这回又发生水泥车连环撞 夺走四条人命 是否因为刹车失灵量祸 警方还有深入追查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